委會對徐曉青提告 他直接講政府摩財害命 農業部長陳吉仲表情嚴肅 喊出要提告 全是因為超私採購 巴西雞蛋價格引起爭議 農業粉專表示 巴西到日本的雞蛋 平均一顆三點八元 但是巴西到台灣的雞蛋 平均一顆卻要五點一元 長月跟短月對價格 是一定有影響 我們當初在巴西下單 我們是希望短期補足 我們國內的缺口 所以我們下單的時間 是從三月份到五月份 那日本他其實是從 去年的十月開始 就已經有一個長單 因為長期合約和短期合約差別 進而影響採購價格不同 陳吉仲親上火線說明 攤開廠商合約和經費細節 合約內容寫明各項報關作業 包含30%的進口關稅 報關及報宴 還有5%的營業稅等費用 廠商都可以向農業部勤款 並採取時報時銷 另外因為這訂單 是一個月內超級件採購 因此服務手續費上限 是採購金額的百分之八 等於超司可以拿三千八百萬 項目包含管銷成本 例如貸款利息 會對損失人事費用 以及產品責任險等等 因此並沒有圖利廠商的空間 陳吉仲面對質疑聲浪 記者會結束委託律師案 零申告 正式和北市議員徐曉鑫 以及前立委邱毅隔空開港 對此農業部回應 廠商只是幫忙採購買賣市場 是由政府負責 因此沒有任何圖利 只是這把貨似乎已經越燒越旺 三千宣告文宣 蔡中文 家裡台報道